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日下午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出席党的20大代表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3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共中央将于今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解读党的20大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对新闻发布会进行直播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 截至目前 全国秋凉收获已完成82.5% 秋冬中同步进行 近日 全国各铁路部门集中展开大规模设备维修 确保冬季和明年春运大客流 铁路客户运输安全顺畅 当地实践23日 2022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女子单人三米板决赛中 中国选手昌雅妮和陈奕文包揽冠亚军 北京实践23日 2022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男女单决赛中 中国选手王楚清战胜队友樊振东 夺得男单冠军 孙颖莎战胜队友陈奕统 获得女单冠军 当地实践22日 2022年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曼彻斯克战比赛中 中国选手洛宗师获女子57公斤级金牌 实现本年度大奖赛三连冠 23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彭义刚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 享年90岁 近日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飞冠 现身麒连山国家公园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预计 23日20时至24日20时 吉林东部西藏南部和东部青海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其中西藏东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造暴雪 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北部云南东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感谢关注备新闻客户端